欢迎来到乡 逛之TV 我们现在是在清迈 我们到了一个田间地头的地方 从我家开车过来开了40多分钟 这个地方我们全靠陈老师 陈老师在我不在清迈的这段时间 发掘了很多很多这种好玩的地方 今天他告诉我 诶 乡啊 我带你去吃地锅鸡 我说地锅鸡那哪里是泰国的东西 地锅鸡不就是我们云南的东西吗 跟泰国有什么关系 他说不是的 我们这个地锅鸡是真的在地里 而且是没有锅做出来的 应该叫地筒鸡 我说还有地筒鸡 所以今天我们就过来看了 过来来了一下 我刚刚到这里一看周边的这个环境 真的看的是美不胜收 来来来来 我们先看一下航拍的画面 航拍的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 我们现在进了这个餐厅 这个餐厅你看看它的建筑成本 真的是低了 不能再低了 就是在田旁边 全都是小木头 其实我们现在占的地应该就是田 对吧 你看你们走到底 我们走到底那边就是田 它肯定是田旁边 这边田梗都还有 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做成了一个土地 然后有了土地以后 就在这个土地上放了一些 竹桌子 竹凳子的 就可以做买卖了 对 你看那边 那个就是烤鸡的 对那个就是烤鸡桶 它一个一个的桶 桶里面过后有烤鸡 我给你们看 他们的烤鸡的画面过后 我来给你看 然后这边到了这里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 真的就是回归自然了 就好像新矿神 真的是感觉到了小时候 然后这个餐厅 我告诉你们中午千万别来 现在的这个季节 中午来的话会把你晒死 傍慢来真的超好 而且这里没蚊子 你发现了 对没有蚊子 我刚坐在那里 都是田都没蚊子 然后看一下 整个田园的风光啊 这个地方我估计 可能就是一个自然村 是吧 就村民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就有点像进村的那种感觉 对啊 然后村民就自己搞了那么块地 你去看看 那问题是泰国人真会玩 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偏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这样的餐厅 他们在那个泰国的网站上面 有推广是吗 哦难怪了 所以我收集了这么多 也都是从临上面来的 那边你看 但是牛牛已经点的菜了 我们过去点点啥东西 哈哈 那这个也是看天吃饭 这个要是下雨就完蛋 雨中情嘛 这各种感受你看看 小心要不要踩到这个田沟里 哎呀 雨中也烤不了鸡啊 对吧 他那种烤饭我觉得能烤的吧 装在个铁桶里 你只要火升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了 你点了点了点了个小砂锅是吧 对 然后这些我们就可以放到这个砂锅里去吃了 对 哦你看看这个 对不对 特别态势啊 特别态势啊 你看这种锅里面就可以往里放东西了 这个砂锅 有汤底啊 开始啊 我们开始了 汤底是啥呀 汤就是个清汤吧 鸡汤 哎 放了一片萝卜 哎 这个有汤底的 有汤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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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就开始往里放了啦 下呗 嗯 我觉得就往里放好了 粉丝还是先放肉 都倒进去还怎么办 我觉得都倒吧 先放肉 然后上面放 反正你就往里面放进去 那我就把这两个调料拿掉 这些都往里倒进去嘛 对 怼进去就行了 对啊 这个鸡蛋也拿掉 那个豆腐要吃点下 不然碎了 他还管他呢 豆腐碎了就豆腐汤呗 漂亮 鱼肉啊 猪肉啊 哎呀 你漏肥我的肉 没事 我们可以再剪了 把它剪起来 还那个就不要了 盖起来 哇 真的太回归自然了 嗯 这感觉好 感觉特别 我就看到 你记得吧 就看过有一个武士王的一张照片 嗯 就是武士王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个武士王 我就看到有一个泰国农民一样的蹲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那么个锅子在那里煮东西 后来他们跟我说那个就是武士王 那说明那个时候的王也就吃这个 就吃这个 我们现在也就是王的待遇啊 就这个待遇 现在都是王的待遇 来来来来来 哎 田间地头嘛 哎 肯定要小酌一杯 小酌一杯酒左右 你这上面什么什么 这是个虫子啊 我帮你弄掉了 天然你吃了就好 嗯 对天然虫 可以啊 啊 这种环节里面做做然后点一个锅 点一个锅 哎 这个是个工签难不辣的 对 这个我爱吃的 这个我爱吃的 我只有这种做法的苦瓜我是吃的 别的任何做法的苦瓜我都是不吃的 这个苦瓜我是吃的 嗯 可以啊 新鲜好吃 在新外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鲜 确实是 对 他跟不知道什么不一样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嗯 这个地方 其实又不远 对吧 你还是像国内你说拉萨我们都能吃到活的海鲜 在这边吃个活海鲜就没那么容易 并输的问题我觉得 运输的问题 嗯 运输的问题 来 来 喝一个 喝一个 来来来来 你们也一起 好 运就喝水是吧 来 好 啊 啊 心旷神医 熟了吗 开了吗 要不里面的肉稍微分散一下 这个可能不会开的吧 它肯定要开 没熟的 因为它下面是个碳火嘛 因为它一直在烧 嗯 那它一直没开这个水 对 它就是个碳火 然后你就要盖子闷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在那个什么 青麦市区吃这个东西啊 它会开的 它它就只要盖子闷在里面 它就会开 但是你盖子一直敞的 它是一直都不会开的 但我们盖子一直闷着嘛 你看这个炭火真的好看 我就喜欢 你要是下面是个卡式炉 就没这个劲了 嗯 对吧 你要是个炭火感觉就会好 真奇怪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一个 可以啊 其实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背后你家的芒果树啊 然后芒果沙拉直接去切 是吧 直接摘了直接切 包了皮直接往火锅里煮 对 那我们刚才那个鸡它拿走了以后 它不给我们切上来吗 不知道哎 它那里弄好了 我估计肯定能切上来的呗 对 等会有烤鸡再带大家看一下烤鸡啊 对啊 肯定会烤的这么多桌 不可能不点来烤鸡 肯定会烤 肯定会烤 大家就是烤鸡出名 呀 我们的烤鸡来了 我们的这个烤鸡 就是眼睁睁的看它烤出来的这个鸡啊 我们试试看啊 试试看好不好吃 嗯 是拌过的 我们要尝试一下看 陈老师又在那里拍 哎 又没得吃 我先来 哦 这个鸡感觉真的是很带劲啊 你看看 这个皮 真的是炭火 真的是炭火哦 这个倒不叫炭火了 这个叫草 嗯 辣吗 他拌过的 有一点点辣的 有一点点辣的 不是很辣的 对 现在年龄应该是挺能吃辣的 最最难的 里面还放了香茅草 你看这个鸡肉 嗯 像它这种稻草烤出来的 它就不干 嗯 它里面还是蛮水润的 哦 嗯 可以 这一家我觉得适合来 适合来 试一试 程序师为了这个环境 我觉得也适合来 基本上味道我觉得也挺不错 好吃 熟了没有 鱿鱼肯定好了吧 鱿鱼肯定熟了 鱿鱼肉 这些肯定都好了 我先来一块 给你调料 好 谢谢 我先那个酱 这个酱好吃 这个酱好吃 咋样 哇好鲜 鲜啊 那就啥汤鸡的问题 我之前我到 曼谷的 哪个鸡车在门口 嗯 我也吃过这样的一个砂锅 很鲜很鲜 这个也很鲜 就是那个味道 他们可能这个 底锅 我估计可能他们都教过的 对 你们学校有没有教过的 老师有没有教过你们怎么做这种 砂锅啊什么的 怎么可能 鬼调啊什么不学过的吗 也没学过啊 那你们的那个厨师课是学什么的 认识厨具 做那种小吃 做小吃做点心是吧 你到高中就学了 我告诉你 都给你们这种摆摊的手艺 全部都学会 省得你们高中毕业没工作 你们就可以去摆摊去 那可以 反正我们家芒果已经卖不出价钱了 是吧 要做这种 一定要有手一魂 对 才有钱的 烤芒果 好吃 太鲜了 你也摆拍了赶紧吃吧 真的好吃 好 要么你带不多拍一会儿 我还有那个没吃 肉还没吃 等其他菜 等其他菜嘛 我不要 凉拌荷包蛋 这个也很好吃的 你们如果到泰国来 一定要点这个 这个叫央凯刀 央凯刀 对 它是凉拌的 然后荷包蛋先把它由里煎好 煎好以后然后切开 然后凉拌了 就是像拌那种 拌那种就拌羊妈妈什么 这样拌出来的 但它里面是荷包蛋 超好吃 做的咋样 味道很正啊 然后这个最好吃 最好吃的一家店是那家 就是我们曾经也去拍过的一家 路边的米其林店 哦 对对对对 那家的最好吃的 没有之一 但这家 反正我觉得到泰国任何一家店 你要吃他们这种传统菜 反正一般来说都不会 不会上当的 都不会在坑的 但是你要比好吃 那肯定好吃中还有更好吃 是吧 反正整个金牌我是吃过的 那个老太婆那个是最好的 啊 东荫 东汤是吧 东荫蘑菇汤 东荫蘑菇汤 它没有传统的 还要不就是东荫青蛙 哦 它这个是青汤 东荫青蛙我不吃对 东荫青蛙我不要吃 肉还没有 它是那种青汤的 对啊 不是那种浓汤的 很好吃 这个主要是下饭 我觉得 但是今天吃这个锅也挺下饭的 那为什么只有一份饭 啊 它只有一份饭吗 我们不是四份饭吗 等那个福音过来吧 就三份就行 三份就行 你不吃啊 哦 你下决心了吗 看样子 真的是下决心了 对啊 那个肯定是要瘦下来的 对吧 这个是青汤 对吧 东荫公还有浓汤 凭我的经验啊 我跟大家说实话 你不要看浓汤红红的 浓汤其实它红红的里面很多 它是放椰浆的 辣味没有那么足 往往清汤的 你像这种乡下地方清汤 能搞得不好就是很辣的 试一下 辣吧 一点都不辣 你试试 真的一点点都不辣 你试一下试一下 真的 你试一下嘛 你试一下 你这个表情一看就是骗人 不辣 哇好甜美 甜美 他说甜美 你试一下试一下 看看看看看 是吧 喝酒吧 喝酒 所以你们到泰国来 点这种东荫的东西啊 你不要以为这种清汤的就不辣 清汤的其实要比东荫的辣的多 我喝了啤酒我都觉得辣 你不是 你不是辣吗 我只能拿它拌饭 我还不辣一点 不然这碗汤就浪费掉了 没有办法空口喝 你怎么空口喝 看到了吧 放给死都不开了 你看我身上的汗 我身上的汗 我就吃了这么一口汤 油光滑 你看看你的脸 你看看你的脸 你看看 看看这张脸 看看这张脸的汗 这一口汤真的是 太辣了 现在的这个摄温真好 太美了吧 这个颜色 对啊 这个颜色太美了吧 热死了 我真的热死了 真的怎么连这风都没有 我要跑 跑起来就凉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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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热死了 我刚刚一下就喝了完这个 我一下满头大汗 对啊 他现在来点风就好了 哇就是这碗汤 真的就是这碗汤 这碗汤喝的我是 太辣了 太辣了 太模糊了 都不行了 受不了了 人跑动起来就会凉快的 我告诉你们 跑动起来就有风了呀 你们有没有学过物理 有没有学过物理 这叫杠杆原理 对对对 对对对 给你一个小铁棒 你就能撬动地球 我懂我懂 那跟你跑起来刮风 有什么关系 他没知识 你这个人真的是没文化 你说这是什么原理吧 对对对 你告诉我是什么原理 你说的都对 这就叫跑风 风跑原理 跑了就疯了 疯了就冷了是吧 初中物理学过点 那你觉得这个辣 还是上次我们重新吃的火锅辣 这个辣 对 你屏幕前面 如果有重庆的朋友 你们可以来挑战一下 这个辣跟重庆 跟成都的那个辣完全不一样 重庆成都的那个 我管它麻辣也行 什么辣也行 它的那个辣奔放 那个辣是很奔放的 在重庆和成都的那个辣 泰国的这个辣 我告诉你 阴阴的给你辣 你辣到你浑身 每一个汗毛都出汗为止 不是那种很奔横的辣 所以叫冬阴公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真的 我们杭州那边的话 叫阴队队的辣 给你喝下去以后 让你 喊都喊不出来 就有点像什么 北方的冷和南方的冷 就不一样 对 就北方的冷和南方的冷 你北方的冷就是放在面上的冷 南方的冷就是到骨头里的冷 这个辣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到你的每一个毛孔都让你在那个地方散发着一点一点 咳咳咳咳咳咳 蜡烙汗来 跟那个奔放的蜡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看挑战一下 来 你重庆的蜡是怎么感觉 重庆的蜡就是整个射头都是有点麻 啊你想辣的 对啊 蛮大的 那这里的辣呢 你感觉太过辣了 为什么我舌头这么大 集中在喉咙里 啊集中在喉咙里了 难受就是浑身的给你去 难受的辣 就所以说一个是辣在面上 就很奔放的辣 这个就是说像我说的 它的辣其实在你这个口腔里面 感觉还好 但是它的这个辣 会让你全身的辣 是这样子 牛牛形容的比我精确 长枪后浪推前浪 嗯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嗯 对 这家店真的是 我在青麦吃过氛围感 最足的一家店了 你看这个稻草 其实它里面就是这么一个 铁罐子 然后刚才有个啤酒瓶嘛 啤酒瓶上面插一个烤鸡 烤一个鸡 然后把铁罐子盖上 然后就开始稻草烧 稻草烧完了鸡也就熟了 真的是这种烹饪方式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啊 特别神奇啊 嗯特别神奇 哇你看这个烟飘的 哎呦 对啊 然后它稻草其实它是天然带着一种香味的 是稻草的这种古物的香味 所以它那个鸡特别香 站在火面也没感觉到热 哈哈哈 那说明温度太高了 外面已经 现在还好啦 起风了就舒服了 哎呦 好 总共买单啊 我们吃的这一桌的东西 包括那个烤鸡菜 1072泰铢 还有两瓶啤酒呢 对啊 还有冰块 还有水 真的那是法删的 这农村就是便宜 晚上了就舒服了 一到太阳下山以后 晚上就凉风袭袭 现在坐在这 你看这个锅上的烟都在这吹 这个凉风在这吹起来 就特别的舒服 然后一身汗吹着这个凉风 就觉得有点凉嗖嗖的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推荐 如果你们到青百来玩 极力推荐到这个地方 来度过一个傍晚 来吃一下他们的 这一个稻草烤鸡 真的还是感受挺不错的 具体的地址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 这个评论区置顶 到时候你们可以 按照这个地址 谷歌导航 搜一搜就能来了 当你们车子开进了 一个穷乡僻壤 莫名其妙的田间小路 你们不要怀疑 路是对的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